花东重古地形特殊 孕育丰富的玉石矿场 寿丰乡丰田地区 有台湾唯一独具特色的台湾玉文化 也是台湾玉的唯一产地 而如丰卓玉工坊48年了 从民国62年初投入到现在 仍然默默地守护着台湾玉 96年转型为一厢一特色的体验工坊 带领游客索西巡玉 体验欲不拙不成器的魔芋之道 一系列的DIY魔芋体验 相当受到游客的喜爱 也为老店带来新的气象和希望 如丰卓玉工坊经历 业的兴摔 现在借着文化创意与体验的特色 重新出发 一份传承台湾玉石产业的新意 凝聚了全家二代人的力量 努力发展建设 扩充如风休闲农场的体验场地与设备 精心制作的各种手势 异品以及文创商品 让游客民众耳目一新 走了几十年的一个产业 我们从风华没落走到现在 算一算已经48个年头了 十几年前我们本来想要放弃 在地的产业 只是我内心深处念念的台湾语 舍不得放弃 还好 我们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有一箱一特色的辅导专案 被我浏览到了 我们更幸运地碰到了我们花莲 财团华人 石材研发中心的团队 帮我写个企划案 透过工部门 拉我们一把 我们本来要结束的产业 我们再重新起步 重新出发 我们如果没有碰到 石材研发中心的团队 我们如风华一工坊就结束掉了 所以非常感恩 感恩他们帮我们 有他们帮忙 我的子弟就不用流浪他乡 我们当时在中校街 丰山村中校街 一个老式的加工厂 后来我们想说 客人跟我们建言说 你这里进来交通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考虑到 我们台九线上 有一块地 我们重新规划 来做一个体验工厂 如风休闲农场 位在寿风休闲农业区内 台九线210公里处交通便利 提供了独特的台湾域文化导览 玉石DIY体验活动 香草栽培及精油制作 并与在地农产观光休闲业者合作 期盼带动更多年轻人返乡就业 为故乡的观光一起努力 记者林杰 双方香采访报道